明年1月1日起,央行关于非银支付机构,开展大额交易报告的新规施行,支付宝,支付这些账户5万元以上的大额交易要上报了。 这个通知施行后意味着,专人账户的大额交易及流水,异常将接受央行监控管理。 这之中,不仅仅包括银行账户收支情况,网络银行收支记录,还将包括支付宝、支付等非银支付机构的记录。 今后,我们个人使用支付宝或者客户消费达到5万块钱以上,这账金额达到20万以上,就有可能被列入大额可易交易进行监控。 业内人士分析,大额交易报告的上报,主要面向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不涉及额外履行报告责任。 在实际合法和合规交易中几乎无感知,将由交易背后的非银机构按要求上报。 甘心归主要是预防洗钱和非反融资等行为,企业和个人正常交易和业务办理不受影响,境内个人年度够会便利化额度不便,个人外汇业务政策调整不涉及。 值得注意的是,明年1月起,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赶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实行,也将这事实施。 要求互联网金融机构包括,但无限于网络支付、网络借贷、网络借贷信息中介、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建立健全大额。 交易和可疑交易监测系统 大额交易报告 不该治第三方支付机构今年6月份,央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非银行支付机构,开展大额交易报告工作有关要求。 的通知,银网,2018-163号,根据该通知要求,2019年1月1日起,包括支付、支付宝等在内的非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以下交易情况必须上报。 1、当日单币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5万元以上,含5万元,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含1万美元的现金收支。 2、非自然人客户支付账户,与其他账户发生当日单币,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20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外币等值20万美元以上,含20万美元的款项划转。 3、自然人客户支付账户,与其他账户发生当日单币,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外币等值10万美元以上,含10万美元的金内款项划转。 4、自然人客户支付账户,与其他的银行账户,发生当日单币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2,0万元以上含20万元,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含1万美元的款项划转。 这个通知施行后意味着,对人账户的大额交易及流水,异常将接受央行监控管理。 这之中,不仅仅包括银行账户收支情况,网络银行收支记录,还将包括支付宝、支付等非银支付机构的记录。 今后,我们个人用支付宝或者客户消费,达到5万块钱以上,这照金额达到20万以上,就有可能被列入大额可易交易进行监控。 北京间的成财务顾问分析,大额交易是指用户通过金融机构或支付机构发生的达到央行规定大额金额的交易。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规定,报告大额交易,是金融机构及支付机构应当履行的三项和新发洗钱义务之一,也为央行依法开展反洗钱资金交易监测分析,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 央行以此数据基础开展主动分析、协查分析和国际互协查,依法向指导部门移送案件线索,与相关部门一起预防洗钱,恐怖融资行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第三方支付机构交易和规划,是今年监管的重点。 今年7月,神圳致富电子支付,被网莫4200多万元,暗游除了为境外多加非网黄金,超辉类互联网交易平台,提供支付服务,通过虚构货物贸易,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跨境外汇支付业务。 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技术手段,对境内网络特约商户的交易情况进行检查,未能发现数加商户次自将支付接口,转交给现货交易等非法互联网平台使用。 客观上为非法交易、需贷交易、提供的网络支付服务等方面之外,还有在快进支付中,违反外汇账户管理规定的套会行为,未按照规定报送财务会计报告、统计报表等资料。 上述新规主要面向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不涉及额外履行报告责任,在实际合法和规交易中几乎无感觉。 实注意的是,一位业内人士告诉券商中国记者,这个规定并不是为了显示大额消费,或者移动支付,而是为了打击洗钱,恐怖等相关非法活动。 平时大家正常消费、曲线,没有涉及相关非法活动,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企业和个人在进行业务处理过程中,几乎感受不到新的管理办法中相关规定的要求。 不改变境内个人年度购汇便利化额度,不涉及个人外汇业务政策调整。 支付机构若是该规定,许制定内部大额交易管理制度、操作规程, 并将相关制度向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总部所在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备。 配备专职房洗钱人员,负责大额交易工作,并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和信息支持。 建立大额交易检测系统,保障大额交易数据晚费。 树立大额交易上报要素字段,落实明年大额交易报告工作。 北京街道成财务顾问表示, 护金机构翻洗钱新规,也有大额交易检测要求明年起, 护联网金融从业机构,也将被纳入把洗钱和反恐融资统一监管框架之下。 今年10月10日,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发布, 护联网金融从业机构把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施行, 该管理办法要求,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的基本义务。 一是建立健全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机制。 二是有效进行客户身份识别。 三是提交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 四是开假设控名单监控。 五是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 办法次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按上述办法的界定。 互联网金融机构包括,但无限于网络支付、网络借贷、网络借贷信息中介、 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 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 在业内人士看来,传统金融机构如银行、券商、信托、期货、基金等, 都有相关般洗钱管理办法。 现在,互联网金行业也终于出台, 填不了空白,也说明互联网金行业已被纳入类金融机构监管。 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红颜与认为, 互联网金行业的整体性框架出台, 亦在把更多的互联网金融业态, 纳入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统一监管框架下, 消除监管空白地带。 同时他分析,该管理办法, 重点聚交易支付和融资环节, 就互联网金机构而言, 需要在实名认证, 可疑和大额交易监测与报告等方面, 做好防大工作。 相关背景材料金融机构大额交易, 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 经2016年12月9日中, 国人民银行第九次行长办公会议通过, 2016年12月28日, 中国人民银行内2016第3号发布, 该办法分总则, 大额交易报告, 可疑交易报告, 内部管理措施, 法律责任, 负责6章30条, 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解释, 自2017年7月1日起实行, 金融机构大额交易, 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 明确金融机构, 应当履行大额交易, 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 向中国赶洗钱监测分析中心, 保送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 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监督, 检查, 一, 对于大额支付交易的界定, 一, 当日当迪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5万元以上, 含5万元, 外币等值1万美元, 以上含1万美元的现金缴存, 现金支取, 现金结售会, 现钞兑换, 现金汇款, 现金票, 拒减负及其他形式的现金收支, 二, 非自然人客户银行账户, 与其他的银行账户, 发生当日单币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200万元以上, 含200万元, 外币等值20万美元以上, 含20万美元的款项化, 转, 三, 自然人客户银行账户, 与其他的银行账户, 发生当日单币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 50万元以上, 含50万元, 外币等值10万美元以上, 含10万美元, 的境内款项化转, 四, 自然人客户银行账户, 与其他的银行账户, 发生当日单币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 20万元以上, 含20万元, 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 含1万美元的款项化转, 二, 发生了大额交易金融机构的处理, 对同时符合两项以上大额交易标准的交易, 金融机构应当分别提交大额交易报告, 金融机构应当在大额交易发生之日起, 五个工作日内, 以电子方式提交大额交易报告, 客户通过在境内金融机构开立的账户, 或者境内银行卡所发生的大额交易, 由开立账户的金融机构, 或者报卡银行报告, 客户通过境外银行卡所发生的大额交易, 由收担机构报告, 客户不通过账户或者银行卡发生的大额交易, 由办理业务的金融机构报告, 三, 对可疑交易的界定, 一, 短期内资金分散转入, 集中转出, 或集中转入, 分散转出, 二, 资金收付频率, 即金额与企业经营规模明显不符, 三, 资金收付流向与企业经营范围明显不符, 四, 企业日常收付与企业经营特点明显不符, 五, 周期性发生大量资金收付与企业性质, 业务特点明显不符, 六, 相同收付款人之间, 短期内频繁发生资金收付, 七, 长期闲置的账户原因不明的突然启用, 且短期内出现大量资金收付, 八, 短期内频繁的收取, 来自于其经营业务明显无关的个人汇款, 九, 程序现金的数额, 频率及用途, 与其正常现金收付明显不符, 十, 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短期内, 累计一百万元以上现金收付, 11, 与贩毒, 走私, 恐怖活动严重地区的客户之间的商业往来活动明显分多, 短期内频繁发生资金支付, 12, 频繁开户, 销户, 且销户前发生大量资金收付, 13, 有益化整为令, 逃逸大额支付交易监测, 14,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可疑支付交易行为, 15, 金融机构经判断认为的其他可疑支付交易行为, 注意, 实际中金融机构按自己规定的情形或标准来判断, 4, 发生了可疑交易金融机构的处理, 金融机构发现, 或者有合理理由怀疑客户, 客户的资金, 或者其他资产, 客户的交易, 或者试图进行的交易与洗钱, 恐怖融资等犯罪活动相关的, 不论所设资金金额, 或者资产价值大小, 应当提交可疑交易报告, 金融机构应当在按本机构可疑交易报告内部操作规程, 确认为可疑交易后, 即使以电子方式提交可疑交易报告, 最值不超过5个工作日,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哎哟,